大家從陽節快樂 現在講的是2021年應該10月14日 這個星期四 下午的3點38分 看著這個 蝕樣啊 大角咀罕有啊 這個萬國 旁邊的吉號這個位置的時候 買進來是2017年7月份 就用1003萬買進來 分別用418萬和585萬 就買入兩間店舖 1003萬入 剛剛沽了多少錢呢 沽了930萬和你轉個圈 這個就是國長街和大泉街交界 和你轉個圈是富人環境 你看到這裡的時候 旁邊呢 大角咀罕有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比較靜一點 始終在國長街這個位置比較靜一點 但是附近的時候有很多屋苑 然後在後面的時候就有這個軍匯港 你看到後面這個軍匯港 再轉個圈那邊的時候 就講的是那個港灣浩亭 那個港灣浩亭 再走過來的時候就是這個大泉街 這個萬元 旁邊有個吉號這個位置 看一看樓上 還有前面呢 前陣子就有整個郭應龍傳出來 我還沒完全confirm到 就買入了這個很划算的 就是這個大泉街的時候 那他買進來的時候 大概是1950萬人在大泉街那邊 你轉去看這間店舖 好 看着這裡是雪牙滿地站的 這個萬元物業和這個什麼站 這個庫營站 拉站的位置 不知怎麽 旁邊這個貿易公司的時候 那個什麼永祥 貿易公司是永祥貿易公司 這個位置的時候 全排那時的郭應龍傳出來買店 美聯前執董就1950萬 那時因為郭應龍都做出名的事 知真投資者 這個樓上 看一看 這個什麼大榮樓這裏 還有這個大泉街 大泉街比較靜一點 埃華街就會旺很多 但現在越來越多變 很多食肆都在進來 這個就是郭祥街 那時是麒麗火鍋店的時候 有個店售賣好像1600萬 那麽多萬的店售賣 很快又賣出了 1300入1600酒類似的 那麽再問問這個位置 就是萬元這個位置 我讀些基本資料來聽聽 那這個萬元這個物業代理的時候 就講的是這個 萬元的物業代理 那一個地址就講的是這個 大泉街44至60號 這個大同新村 大榮樓地下的C521 和522舖 好嗎 好嗎 我來聽聽一點給你們看 那這個位置呢 那之後就講 總之這兩間舖 建築面積的時候 還有333呎 門窟28呎 6吋 那之後 一間就組給你的地產代理 頂一間的時候就已經刺激了 很久有來水沒有去水 洗手間 電力的單上電 註冊轉移400 還有530萬 合共就是這個930萬 康納位這個就註冊530萬 那旁邊這個庫營站的時候就註冊400萬 原本叫做17年的時候呢 就用這個TOTAL的1003萬 兩間的店舖的 就沽了兩間街來的時候 930萬去洩漾 我真的假的 這樣 看了洩漾 旁邊的時候呢 這個位置就說是那個 那個永祥 我也說過了 已經是旁邊的永祥 這個位置 這個很大間 很深的 因為永祥貿易公司的時候 就為了成交比較 就最近成交了1950萬左右 就建築面積1300呎 門闊16呎 但是深呢 他就因為那些鎖腰位的 那就深60呎左右 那就成交了1950萬 那次傳出來就應該是 美聯的潛質董 郭陽龍買入 但我未完全確認得到 未完全確認得到 那這間就之前的業主 就說1987年的時候 7月份 只有一百三十四萬馬進來的 那這個就大傳街 你看到大傳街很安靜 大傳街很安靜 現在就說重陽節了 就說下午的 3時41分 零萬元便宜 兩間小店鋪 一間叫做四百萬五百三十萬 那我不明白為何他會虧弱 我真的奇怪人勾了頭 就不知道 而且是甚麼原因 為何要買給他 就說我訂吧 那我感覺這個就是一個六分位 就是一個六分位 就是叫做房間位 正點 但是就都不難脫手了 幾百萬貨仔 大國最有前景有很多的重建 那都不差 8呎面就向大傳街 20呎面就向國祥街 叫做市 就是兩間小店鋪 幾百萬貨仔你想怎樣 那好吧 給了半分的 6點5分了 6點5分 關麥家關麥家 雕方便 亂加工 一台 covid 6點5分 20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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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總共 一台 20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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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